我們現在準備要去祝福島 乘9點乘3的旅船 究竟人們去了哪裡呢? 現在在想,當時我們乘飛機 一機的香港人,那群香港人 到底去了哪裡呢? 這件事很神奇 其實在石喚尼港碼頭開始乘船來祝福島 船程大約是10至15分鐘 一落到島,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裡很陽光與海灘 而且好像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假的太美了 即是,無論是海還是天 好像全部都加了濾濾 變得很美 接著我們下一步就要乘坐接駁的巴士 進去市區裡面 進去市區裡面 要坐出來 進去空間 如果你想吃 看看 戌外 我們 我們 身分字 tema 如果您是由足晃島降車之後 直接坐整 explanations 就直接送到你乘搭水牛車的地方 每人收到1200日圓 即是每人乘搭港幣都是八十幾九十元左右 而且那些牛是很聰明、很聰明、很有趣的 你會看到我們乘搭完之後要休息 那些牛是會自己放下那架水牛車 跟他們的主人去休息 我們現在就走到西線橋 雞房地下 我們剛才去完西線橋 整個海網絡是非常透徹 海風吹起來都很涼爽 但唯獨一件事就是 沖繩的溫度平均是26至31度 今天起碼有30度 是有點熱 坐完水牛車 基本上它是繞圈回到你們的起點 在那裏是有單車可以租給你 在竹庫島踏的 但如果你說像我們這些 拿著相機 又或者上邊走邊拍的話 踏單車就未必有這麼方便 所以我們兩個就選擇 淘寶 遊魂竹庫島 我們現在來到星之沙灘了 你會見到在沙灘上面 全部都是死了的珊瑚礁和碎石 如果你是想來游泳或睡沙灘 這裏絕對不是你的首選 因為如果你是西線橋 即是那邊再走過來 星之沙灘 中間會有一個沙灘 是專門給遊客去游泳和睡沙灘 因為簡直會有一個地方 可以租沙灘和沙灘 這裏為何會叫星之沙灘 因為這裏的沙是一些蟲的屍體 它們是呈現星星的形態 所以這裏被稱為星之沙灘 下個了 多久 小 아닙uka 小玉子 這裏被稱為要適合 好 大崇尚 小玉子 大崇尚 大崇尚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祝庫島之旅就完結了 但是真的好曬 曬得我們兩個變人乾 沒有像我們這樣走 沒有茶防曬 沒有帶傘 我們現在準備就要回酒店 沖涼 說一下降溫 真的很熱 但是值得你來的 我們搭完船 我們出回石環的離港碼頭之後 其實我們的酒店 現在這裡是離港碼頭 這樣繞一個圈 轉個右直走 所以地理環境來說 我們這間酒店 非常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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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有人帮你撿过了 你暖? 想想有人帮你撿过 你为什么这么暖? 来吧 来吧 你这草草很整齊吗? 今天我们去了祝库岛 但是因为真的很累 而且我们已经浪费了 你们看声歌 声歌已经睡了 所以我们这一刻已经要很早休息 因为明天早上7点多我们就会出发去潜水 我希望明天起床不会脱皮 否则真是一落水那一刻就 Kymojidus 好了各位 早上记得订阅和like我的影片 拜拜